美国总统拜登十四号是强调美国将尽力的减少碳排放 否则极端气候将会获延子孙 而至于加国正在努力的扑面异常高温所引发的森林野火 总领渡辱到在十四号也强调了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而至于国际间也发生多起抗议漠视气候议题的活动 讯曝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十四号出席环保团体的晚宴 争取支持 表达对气候变迁的担忧 强调美国政府正透过法律 致力减少制造碳足迹 希望在二零三零年之前 每年减少十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拜登更指出若不经历减排 极端气候将获延后代子孙 而美国北林的加拿大 异常高温引发的森林野火 浓烟 更一度导致纽约市成为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城市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十四号 前往魁北克 慰绕打火成员 也强调集团气候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高 至于在哥仁比亚国会十四号更正党正在为气候议题进行辩论时 有环保人士穿着恐龙装直闯国会殿堂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十四号有两名女性环保人士不满对气候变迁的末世 将沾满红色颜料的手涂在管藏墨内画作的玻璃罩上留下两个大红手印 两人随即被逮捕瑞典环保组织恢复失利表示是该组织成员所为 官方正在检查该画作是否受损 公事新闻沈璐沛编译